Hello,大家好,我是小金,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我现在准备去豆腐店买点豆腐 因为老婆呀,她因为没有什么食欲嘛 她鱼肉啊,都不吃 所以说为了补充蛋白质 昨天跟丈母娘打个电话,怎么办 丈母娘说,那你可以吃豆腐 哎,就点醒了 我说,某特医呢,你吃豆腐吗 她说,哎,喜欢吃豆腐 然后就去买个豆腐啊 去超市的话可能不够新鲜 所以说今天亲自的去家旁边那种豆腐店 去看一看 这家豆腐店啊 看一看 第一次去买,没好意思拍呀 买了这种豆腐皮啊 然后又买了这块豆腐 捐豆腐,非常的嫩 所以说这两块花了440日元 这家豆腐店啊,感觉应该也挺有历史的 然后一个年轻人,还有一对老夫妇 所以说应该是那个老夫妇卖豆腐的 然后后来儿子继承了这个事业,也接着卖豆腐啊 今后买多了,然后给大家多拍一拍,问问问题什么的 好久没去豆腐店买豆腐了啊 最开始来日本的时候,在京都家旁边有家豆腐店 然后每次去老姑家的时候都买点块豆腐啊 因为爷爷喜欢那里的豆腐 然后再可能有五六年没有去了 像豆腐店的豆腐啊,跟超市卖的 确实是味道完全的不一样 然后日本人吃豆腐也很简单啊 像那种嫩嫩的豆腐或者豆腐皮 你撒一点点酱油,撒一点点盐就可以吃了啊 就吃那种豆腐最纯正的味道 也非常推荐给大家 老婆回来了 吃开来的 嗯 某豆腐每天从家里带两个饭团到学校哈 吃了一个,还剩一个 日本有一种饭团叫西欧慕斯比哈 就是饭团里面放了点盐 它做的就是这种 就相当于盐拌饭了,朋友们 好,谢谢 好,谢谢 开始做饭了 今天准备黄瓜拌海带 然后再来一个盐或者酱油拌豆腐 然后再来一个猪肉的大酱汤 因为老婆不怎么吃肉哈 所以说把那个肉放在大酱汤里 可能他会喜欢一点 然后再来一个清淡的鸡肉炖那个小白菜 谢谢吧 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了 我又买了一块便宜的豆腐 这块豆腐差不多八十元 你说上午买的豆腐差不多是这块的四倍左右 所以说看老婆能不能吃出有什么区别 某头衣前几天一直在跟我道歉 因为五一期间除了去帐篷年家之外 他一直在睡觉 问我会不会烦 我说当然不会烦 他说没能陪我出去转一转 觉得很不好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舒服嘛 然后周六周日现在也是我做饭 所以说他感到很不好意思 让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我感觉我一辈子都不能忘 他说等我今后舒服了 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你 所以说这种怎么说谦让吧 在日本的家庭里面体现的也挺多的 刚才老婆告诉我一个消息哈 他班级一个小朋友得了那个感染了 中了新冠 然后他的家庭都感染了 然后老婆走我去他家的家访哈 所以说那个小朋友在家休一个礼拜 其他学生继续上课 然后那个学生是下周来哈 然后我告诉老婆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的生命啊 真的不在于人的掌管 小金家的晚餐出炉了 然后这个是贵的 这个是便宜的 颜色有点区别哈 这个贵的它偏黄 这个偏白 然后 鸡肉炒小白菜 拌个黄瓜 再来一个猪肉大酱汤 开饭了 扣炸然后吃了 好吃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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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对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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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吃吧 醬油 知道嗎 知道嗎 真的知道嗎 嗯 口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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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頑固頑固 塩 塩 塩 絶品 塩 塩 塩 醤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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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過 醤油 аг어 這 很不安 菜 它 這 跟他看一个最近很喜欢的动漫 间谍郭佳佳 也帮他转叶朱丽丽 让他舒服舒服 平淡的一天就在芒果吃了 大家过来怎么样 我对你过来怎么样 我对你过来怎么样 为什么 吃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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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太好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或者美好的白天 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